老婆顺产生下十二斤的儿子后 声称自己的身体坏掉了 接生那天孩子块头太大 无法正常出生 医生问我保大还是保小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选择保大 孩子没有出生 就憋死在了老婆肚子里 自那之后 老婆就说自己的身体垮掉了 我不止一次地 想要带她去医院检查 她却说自己害怕 得到什么可怕的结果 死活不去 我们夫妻俩一直拉扯 到我无意间打开了她的电脑 看见了令我此生难忘的 一段微信对话 徐姐后天我过生日 小奶狗乖姐姐明天走不开 等姐姐有空第一时间去找你 我怕你老公会碰你姐姐知道的小奶狗有洁癖 放心我已经很明白地告诉她 我身子坏了不能坐 姐姐买了一双十二厘米的高跟鞋 上次你不是说那个动作不爽吗 有着双鞋的加持 你就不用那么累了 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一双十二厘米的高跟鞋 不像是正常穿的 反而像是泡鞋 我当然知道这双鞋是做什么用的 也知道这双鞋能把我的绿帽子 再次顶高一个层次 顺着头像我点进了小奶狗的朋友圈 置顶的一条文案是在星巴克拍的一张照片 这只小奶狗牵着一只修长洁白的玉手 照片中的小奶狗长得白白净净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盯着被小奶狗所牵着的玉手我陷入了沉思 看着这只玉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我顿时感觉我手上的情侣戒开始变得烫手 我迅速地将其摘下扔进了垃圾桶 继续往下看去看到小奶狗晒各种各样的名表 大排衣服 其中最贵重的莫过于那辆白色的宝马七戏 我偷偷浏览了老婆的网购记录 小奶狗朋友圈里的东西大多数都能对得上 好你个徐梦杰居然在外面养了小奶狗 我打开了他的常用地址 是一所985的大学 收件人名为林紫棋 他们聊天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互相约出来释放授欲 其中还夹杂着两人四处调情的照片 看着床上还在熟睡的徐梦杰 我又悄悄地打开了他的网盘 网盘里的内容更为露骨是一些高帧率的视频 各种类型的应有尽有 视频中最变态的一部分便是徐梦杰 真的给小奶狗拴上了一条狗绳 满屋子刨小奶狗还会汪汪汪叫个不停 我晴天霹雳般地看着这一幕 截会以来我从来都不知道 徐梦杰还有这样的癖好 我将自己的右盘插在电脑上 将聊天记录和这些视频全部拷贝到了右盘上 恰好此时徐梦杰缓缓醒来 看到鞋盒子里的高跟鞋 他猛地一下清醒 快速起身将装有高跟鞋的盒子合上 这是我买的工作鞋 没等我多问徐梦杰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道 鞋跟那么高穿着肯定不舒服 这双鞋是不是奖励有用的 我坏笑地看着徐梦杰 即便内心已经恶心到了极点 但我仍旧装成这副样子 想什么呢不是告诉你我的身体不能做了 你怎么那么自私 呵呵徐梦杰居然说我自私 我并未揭穿他 儿子如果活着的话 今天应该是他两周岁的生日了吧 我略带悲伤的开口 是啊老公 你是不是又想儿子了 说着徐梦杰从身后抱住了我 看着徐梦杰抱着我的双手 我的内心恶心到了极点 但表情上依旧没有做出什么异样 咱儿子命苦啊 明明有着十二斤的体重 发育得那么好 却还没出娘胎就死了 老公你等我的身体恢复恢复 我愿意为你再生一个儿子 我回过身去将徐梦杰抱进怀里 老婆咱们去京城的大医院 好好检查检查吧 不为要孩子 我只是想检查检查你的身体状况 你一天不做检查 我的心便一天放不下 这话将我自己说了个热泪盈眶 不用了老公 其实我觉得 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没有必要去医院检查的 不等徐梦杰继续多说任何 我忙不迭将其抱到床上 既然如此 老婆我们现在就是一次 这些日子我想你想的好苦 她挣扎着陈南不要 我可不管她说什么 我强忍着恶心 吻上了她的嘴唇 放手 随着徐梦杰的一声 呵斥她猛地将我推开 你不要逼我了 如果你实在对那方面有需求 我同意你去找小姐 如果你实在想要个孩子 我们也可以去福利院领养一个 这婊子还在我面前装上了 在视频中 跟小奶狗玩得花上了天 到我这儿装成了一个对性 有着极大排斥的清纯玉女 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 徐梦杰的电脑微信 提示音响个不停 她像是生怕我会去看一样 迅速地坐到电脑跟前 快速地将电脑锁平关机 谁啊 人家找你是不是有事 你赶紧回一下 我说道 我当然知道是谁给老婆发的微信 因为刚刚我趁她睡着的时候 给小奶狗发了一些消息 并且将这些消息 单方面地从老婆电脑上删除掉了 她快速地摆弄手机 一边摆弄一边说道 没没事啊 骚扰信息 正当此刻 我的手机微信提示音也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屏幕道 老婆我现在要出趟远门 有个项目 需要我亲自过去确认一下 我开车去快的话 三天就能回来 她惊讶道啊 怎么那么突然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说完她还亲了我一口 我回应道 没事你在家里好好的 回来给你带礼物 来到电梯中 我急忙掏出一片 湿惊使劲擦拭着 刚刚被亲过的地方 顿时有一种像是脸上 沾了湿一样的感觉 我先是来到了小区的停车场 找到了徐梦杰的专属座驾 这是一辆兵力 虽说徐梦杰生活不检点 但在工作上却是出奇的优秀 年纪轻轻便开上了兵力 打开车门 我将一颗针孔摄像头 安装在了前视镜上 随即迅速地藏在了 地下车库的安全出口处 直到看着徐梦杰将兵力 开出停车场扬长而去 我才重新走了出来 为了不引人注意 我来了辆计程车 并且告诉司机师傅 我要去小奶狗所在的大学 也是徐梦杰购物软件上的 默认收获地址 我掏出手机 翻看着小奶狗林子柒的朋友圈 他很爱炫耀徐梦杰 为他买的东西 几乎徐梦杰 为他添置的美一样 奢侈品都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 我心里暗道你这些虚伪的行为 都是我让你身败名裂的证据 在我的催促下 司机师傅将车开得飞快 网上说今晚台风会擦边魔都 一时间魔都的天气暴躁无比 像极了我内心真实的心情 大风疯狂地席卷在城市中 像是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一时之间 室外所有的杂物都在空中飞舞 大街上的人迅速地寻找 究竟的避风港 一场雷雨如期而至 我的手机响了来电人 正是徐梦杰 老公你上高速了吗 我不冷不热地回应 他继续道 刚才你出发前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今晚台风擦边 我们魔都你那边刮大风了吗 我耐着性子道 恩不光有大风还有雷雨 感觉是有人做 那缺德是被老天爷发现了 到底是多么缺德的事啊 把老天爷气成这样 我愤愤不平地开口 实则一语双关道 我刚才看了一条 魔都本地的新闻 真是不知廉耻 一个户上阿姨 仗着自己有两个臭钱 背着老公 在外面养了一条小奶狗 我刚刷到这个新闻 天气就变得这样糟 老天八成 就是看不惯这个女的 她有些发虚 哎呀 你看你这是人家的事 又没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 咱们不跟着 生那么大的气哈 呵呵 怎么就没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给你讲了个故事 说的就是我的缩影 好吧 好知道你没什么事 我就放心了 你到地方了 给我发一个消息 我要去练瑜伽了 先这样说着 电话那头的徐梦杰 便挂断了电话 放在今天之前 我肯定不会对徐梦杰这个 喜欢伪装的女人 有丁点的疑心 但是现在 对于她说的所有话 我全部嗤之以鼻 司机很快就把我送到了地方 我一眼就看到了 我送徐梦杰的那辆兵力 透过车窗 我隐约能看清 徐梦杰的轮廓 很快一个戏狗一样的小白脸 跑到了兵力车前 她收起伞 熟练地打开兵力后座 坐了上去 这得是上过多少次车 才能有这样的了解 不一会 徐梦杰便裹着大衣 登上那双12厘米的高跟鞋 从驾驶座上走了下来 她也拉开兵力的后座 钻了进去 临上车前 我看到她脱掉了自己的大衣 我清楚地看到了 大衣里面是一套 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内衣 这一刻我的心彻底死了 两人的聊天记录 我可以当作是两人闹着玩 或者是造的假 两人存的高帧率视频 我也可以当成是AI换脸 可是如果我真的这样想 才是自欺欺人 如今我亲眼看到了徐梦杰 钻进了别人的怀抱 这就是口口声声告诉我 自己身体不行的老婆 凌晨五点 徐梦杰双腿无力地打开了家门 徐梦杰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 满脸惊诧地愣在了原地 我装作非常关心地开口问道 老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晚上你不在家睡觉 出去干什么了 出事了怎么不第一时间 给我打电话 徐梦杰企图引开话题啊老公 你不是说三天之后才能回来吗 怎么回来得那么早 我回应到 由于台风较大计划临时取消了 回家没找到你 我担心极了 给你打电话手机却关机了 啊是啊 半夜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身体不太舒服 我回家看了看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徐梦杰狡辩道我太着急了 手机没来得及充电 然后就自然关机了 呵呵 好你个徐梦杰变的理由倒是滴水不漏 如果要不是我亲眼目睹 我大概率会被你骗过去 说什么手机自然关机 是怕旁人打扰到你的雅兴吗 我指着他手中的一捧鲜花道 咦 老婆你不是说咱妈生病了吗 这鲜花是怎么回事 听到我问徐梦杰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但是他仍然强装镇定地说道 是这样的这朵花是我在楼下垃圾桶捡的 我看着挺新鲜就给捡回来了 这话我自然不是不信 徐梦杰以前是何等的大手大脚挥霍 他能从垃圾桶里捡鲜花 跟鬼说鬼都不信 令我心寒的是小奶狗一朵 鲜花就可以俘获徐梦杰的真心 心甘情愿的真金白银倒贴 还要被骑在身下 我夺过鲜花垃圾桶捡的 我来到楼下将鲜花扔在了垃圾桶里 正好保洁阿姨经过 小伙子那么新鲜的鲜花说扔就扔了 我笑道不要了 我将针孔摄像头从兵力上取下 掏出手机播放起了记录 徐姐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美 你死我我现在就要 说着小奶狗林子齐快速 递将徐梦杰扑倒在车座上 他笑着道 哎呀小奶狗你那么想姐姐呀 你先别着急姐姐有礼物送给你 林子齐的眼神变得放光 视频中显示徐梦杰从 自己的裆部掏出来一块腕表 生日快乐小奶狗 林子齐迫不及待地将其戴在了手腕上 挖是最新款的僵尸单顿 徐梦杰喜欢骂姐姐的乖狗狗 林子齐喜欢不过我更喜欢姐姐 从刚才姐姐掏出表的部位来看 姐姐是在暗示我吧 林子齐长相人畜无害 但真的动起出来丝毫没有人性 两人开始在车上拔起了萝卜 看到这里我将拳头紧紧地攥了起来 狗女人拿着老子的钱去外面养人 我一定要你好看 大战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才算结束 兵力车上一片狼藉 事后林子齐把徐梦杰抱在怀里道 爸爸厉不厉害 徐梦杰笑着回应 爸爸英勇神武本来我今天是出不来的 但是想想毕竟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就想着找个理由出来 后来我的死鬼老公突然有事需要出差 这是上天安排的让我来给你过生日 小奶狗你爱姐姐吗 林子齐爱我爱我不能没有你 看到这里我直接退出啊 双眼冒火地看着手中的针孔摄像头 我的心不应该侥幸了吧 证据也收集得差不多了吧 当天早上我便回到了老家 我爸是一名老兵 有着非常传统并且坚定的原则 小兔崽子你说啥离婚 说着我爸一嘴巴自扇在了我的脸上 小兔崽子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劳劳的一辈子 供你上大学让你出人头地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更是娶到了那么优秀的儿媳 你要离婚你看我今天打不打死你 我爸做事又要打我 我妈看不下去急忙挡在我的身前道 儿子发生什么事了不至于离婚的哈 妈跟你说小徐这媳妇厉害得很 她有好多好多的钱 妈不等她继续多说任何 我急忙制止 难道你觉得我跟她在一起 只是为了钱吗 她有钱就可以让我们跪舔吗 实不相瞒 她出轨给了一个大学生小奶狗 我这里有她出轨的证据 你们说我知道了这一切 我还怎么跟她一块过下去 我妈微微一愣 随后说到 父婆不都是喜欢找新鲜感吗 只要她心里还有 你就好好跟人家过 小徐不会亏待你的 我气恼妈你不必再说了 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这婚我一定要理 那你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妈脸红脖子粗地开口 之前我的确不想让你跟她结婚 因为她爸是个彻彻底底的酒鬼 而你爸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可是时过境迁 人家现在自己出人头地了 自己开了家公司 你就好好哄着人家 干脆把工作辞掉 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留住她的新妈 是女人女人最了解女人 父亲呵斥了一句 你闭嘴 妇人之见 虽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但是你不能离婚 孟杰为咱家出过力 虽然生下来的孩子死了 但是孟杰也经历了十月怀胎 你努努力 争取让他怀上孩子 他的心就在你这儿了 至于你发现他出轨什么的 别当回事 装不知道就好 我反驳道 爸您是从部队出来的 怎么能自欺欺人呢 你儿子的绿帽子 已经绿得发亮了 我心里怎能过得去这个坎 爸爸训斥道 你懂什么 你弟弟还没结婚 车房彩礼都需要钱 这些钱你拿得起吗 到时候不都得靠孟杰拿 你现在要离婚 这是你弟弟于不顾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心里一阵悸动 什么当过兵的人 有不屈的意志 此刻的父亲 不还是因为金钱 让自己的儿子 蒙收绿帽之灾吗 我看着弟弟 小弟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说 弟弟却说 哥 年底我就要带你弟媳妇 来见爸妈了 他父母那边都知道 你和嫂子非常有实力 如果你现在跟嫂子离婚 我的这桩婚事 就打水漂了 活生生的道德绑架 我离婚跟他结婚 有什么关系 唯一以为傲的避风港 我最亲近的三个人 居然在利益的蒙蔽下 说出让我如此心寒的话 一时间 我的心里更痛了 说道 爸我一直以为 妈和小弟靠我靠惯了 但你是十大体的 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居然也不站在我这边 亏你还是当兵的 居然那么没有骨气 甘愿为了金钱低头 我终于还是没意志住 爆发了出来 啪 又是一记清脆的巴掌 爸爸恶狠狠地看着我 小兔崽子 轮得到你教训老子 老子花钱给你娶媳妇而结了婚 别动不动就回这个家 这个家不欢迎你 滚回自己的家 你小子但凡还是个男人 就赶紧让我当上爷爷 你老子我等着抱孙子呢 说着 他将我的行李 和我带回家的水果扔了出来 头也不回地摔上了房门 九月份的魔都 温度有三十四度左右的样子 太阳照射在我的身上 灼热感刺痛着我的皮肤 但是我仍就感到身上非常冷 微信视频提示音响了起来 是徐梦杰 老公 大周末的那么早出门 去干嘛了 怎么还不回家呀 家务还没做呢 衣服也没洗 我回复 我 回家了 他倒怎么那么突然就回家了 家里发生什么事吗 呀 你在脸上怎么清晰可见的 有巴掌印 老爸打你吗 听到他的关心 我心里顿时一紧 如果这是在我不知道 他出轨的情况下听到这话 相信我会感动得当场落泪 我的心里一阵酸楚 我亲眼目睹老婆 跟别的男人拔萝卜 我想要离婚有错 可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 在金钱的驱使下 居然要把我推一下火坑 我此刻是这样的无助 哪怕是当时刚刚来到魔都发展 睡地下室 顿顿吃泡面 都没有感觉 比这一时刻还难 回咱家吧 老公 家里永远欢迎你 等你回来 带你去你最爱吃的那家牛排 徐梦杰说到这里 我的鼻头一酸 两滴晶莹 从眼角滚落 他继续道 老公 你别哭呀 咱们刚在魔都的时候 站不住脚 那个时候 咱们根本吃不起牛排 现在我们不把日子 过得好好的 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 回家吧 我一会儿去机场接你 听到这里 我再也抑制不住 自己内心的情绪 急忙挂断了电话 曾几何时 徐梦杰趴在我的耳边 说过这些类似的话 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把生活过好什么的 我承认他很有能力 一手把公司做大做强 可是这些年 我也没有闲着呀 徐梦杰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而且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起码没拖徐梦杰的后腿 我跪在地上 久久不能起身 像是被抽干了 所有的力气 这一天我跪在地上 哭干了所有的眼泪 绝望到了极点 妻子的背叛 家人的道德绑架 这些事情 都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路过的人纷纷讨论 这人神经病吧 大白天的跪在地上 出洋相吗 一个八尺男儿 看上去好痛苦的样子 是什么事情 能把一个八尺男儿 压成这样 身为一个男人 还有自己要保护的女人 自己跪在这里 算怎么回事 更有甚者直接掏出手机 将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从机场出来 我一眼从人群中 看到了徐梦杰 她气场十足 在女人中 她的身姿相对魁梧 踩着一双恨天高 即便在人群中 也是人群中的焦点 这女人很优秀 太优秀了 以前我以为 能娶到她是我的福气 现在才知道是晦气 老公 她温柔地挽起我的手 轻声开口 老公回家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干我陪着你啊 她另一只手 抚摸着我的脸颊 受委屈了 我一眼不眨地 看着她的神情 这神情是那么的自然 丝毫不像是装出来的 某一时间点 我会认为 或许父亲说的 是不是对的 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才是最好的结果 面前的这个女人 是活生生的富婆 跟她在一起 即便我没有了工作 也不会为了金钱发愁 我们大学在一起了四年 毕业一起住过地下室 是有真感情的 虽然她出轨 给了一个小奶狗 也许只是想尝试一下 新鲜感呢 她现在在拼事业 如果这时候 怀孕会影响她的事业 或许等到她 从外面浪购了 年龄再长一些 就会收心回到家庭 跟我要一个孩子 成为一个 相父教子的贤妻 我这样麻痹着自己 希望能说动 自己内心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吃着牛排 她的电话突然响起 她脸色一变 跑出去接通了电话 这电话 我大概知道 是谁打来的 再次回到座位 她满脸歉意地看向我 老公 对不起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应该好好陪你吃顿饭的 但是公司临时有事 所以 我攥成拳头的手 缓缓松开 无所谓地朝她摆了摆 没关系的 公司是咱自己的 工作肯定是重要的 吃饭随时都能吃 先去忙 看到我是如此的善解人意 老婆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通过翻看 小奶狗林子奇的朋友圈 我知道今天是两人相识的纪念日 徐梦杰扔下我 是去和她庆祝了 我百无聊赖地走在大街上 徐梦杰的消息发了过来 她说老公不用担心 我已经到公司了 开始工作 我回应道 好 别忙太晚 晚上我等你回家吃饭 她又说 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 你自己吃得饱饱的 然后睡觉就行 我回家的时候轻轻的 对此 我只是轻轻一笑 没有过多的言语 傍晚时分 我打开了小奶狗的朋友圈 由于爱炫耀的缘故 它的朋友圈是对陌生人可见的 定位在魔都的维也纳国际酒店 最新一条视频是酒店中的场景 她身后的玻璃上 甚至能看出 徐梦杰凹凸有致的身材 此时正在沐浴 房间中的灯光暧昧 情侣室的原床上铺满了花瓣 我拿好结婚证 户口本等必要的证件 来到了这家酒店 经过多方打听 我知道了两人所在的房号 我叫来了寻补 将证件出示 向他们证明 我老婆名叫徐梦杰 现在我要实名举报 我的老婆找了个鸭子 房号是1107 我将两人的丑事公布于众 一时间引起了网上的轩人大波 我去 这就是貌美集团的老总徐梦杰 居然背着老公包养了小奶狗 炸裂 这他妈简直是今年最炸裂的新闻 徐梦杰外在的形象 可是冰霜女神 居然喜欢小奶狗 想不到霸道女总裁 居然会喜欢一只小奶狗 这只小奶狗我认识 很会说话 之前在网上泡过不少成功女人 哦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就是其中被泡的一员 当然 我为了巩固事情的真实性 还将一些视频 聊天记录证据发布到了网上 但是那种的视频没有上传 毕竟违法的事咱不能干 一时间 貌美集团在魔都的地位跌落神坛 合作方们知道徐梦杰私生活不检点后 怕被牵连 纷纷与公司取消合作 貌美集团一夜之间便成为了一座空壳 要说是不心痛是假的 贌美集团初期 是我和徐梦杰一砖一瓦累契起来的 但是没有办法 是时候散伙了 这些心血也该推翻了 以后大家都会有新的生活 徐梦杰和林子琪被拘禁了半个月 出来之后 我请律师给徐梦杰发去了离婚协议书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离婚协议书上充分地标注 这徐梦杰是出轨方 要求近身出户 我们两人名下的车房存款 他一样都拿不走 他是自然不能同意的 但是我的律师拍着胸脯告诉我说 这是一场必胜的官司 如果徐梦杰不同意 那就打官司 徐梦杰拘留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我 他跪在我面前 老公你不能那么狠心 如今公司倒闭了 按照离婚协议书上走的话 我将一无所有 我又回到咱们毕业前了 如今我岁数也大了 不可能东山再起 我嘲讽地说道 说得确切一点 不是你岁数大了 而是你名声臭了 圈内不会再有人跟你合作了 他继续祈求 老公我们能不能好好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把新收回来 一定可以把日子过好 我声音冰凉 你出轨的时候想过这些吗 你拿着咱们两个的财产 去给小奶狗买奢侈品的时候 不是挺阔绰的 现在因为点小钱 就跟我闹成这样 而且我还告诉你 你给小奶狗买的那些东西 按照法律来讲 是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跟你离婚后 我会把一切都追回 他急了 不要追回 子琪还只是一名大学生 哪有那么多钱给你 我心里一阵脚痛 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 老婆还在想着自己的小奶狗 这场感情 我败得是那么的彻底 他哭得梨花带雨 老公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背叛你了 不要跟我离婚 不可能 这婚一定要离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老公 老公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 法庭上 我的律师证据充足 面色轻松地变倒 我原告的妻子出轨证据充足 我们手里掌握着准确的聊天记录信息 还有出轨视频 这让我的原告心灵上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与创伤 现如今 我方要求女方近身出户 请法官大人们做主 法官大声问道 嗯 被告人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徐梦杰的名声一毁 加上这场官司必败 身上没有了钱 所以连律师都没请到 徐梦杰缓缓站起身子 认 我都认 他将目光投向我 老公 你真的要那么狠心 让我近身出户吗 以后我没有家了 我再也没有家了 说着 徐梦杰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不为所动 冷冷地看着他的表演 我没有丝毫的心软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就由自取 本来我们两个的生活很幸福 经济水平也超过了大多数人 前景一片大好 是他的意识新鲜 毁掉了这一切 难道要我心甘情愿 当一名绿帽奴吗 我的律师生怕我心软 急忙站起身来 法官人家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就不掺和了 但是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继续说下去 既然被告方将一切罪状 都认了下来 也省得我方拿证据了 法官 请下定夺吧 徐梦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此刻心中真的后悔了 是自己亲手毁掉了自己 法官用木锤敲进了一下桌面 全场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徐梦杰哭诉的声音 下面我们宣判结果 徐梦杰女士由于婚内出轨 陈南先生现在要求与其离婚 并要求徐梦杰女士近身出户 由于徐梦杰的出轨证据确凿 本院宣布 即日起陈南先生与徐梦杰女士 可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两人所有的共同财产 全部归陈南先生所有 徐梦杰求道老公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要和我离婚 我愿意给你生孩子 你不要抛弃我 这次我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你不要我的话 我就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的律师拉扯着我 朝着法院门外走去 事情一切都很成功 我将所有的产业 以及房子车子全部变现 发现居然有一两千多万的资产 我自己都没想到居然会有那么多 那辆兵力车我没卖 我要留着他时刻提醒自己 爱情这东西一定要看好人 至于徐梦杰 他失去了一切 一时间接受不了现实 精神出现了问题 被家里人送去了精神病院 他的下半辈子将在那里度过 对此 我没有丁点的愧疚 因为我认为该愧疚的那个人 永远不是我 我只是想当个好丈夫 好爸爸 我没有错 如今我们已经结束了夫妻的关系 我没有义务再关心他的事情了 对于那条小奶狗 他平白无故在徐梦杰身上 捞了那么多我们的共同财产 虽然我不差那些 但是我依旧不会让他得适 这件事情爆公之后 小奶狗也成为了全网的罪人 原来他凭借着自己长得好 年轻 加上嘴上会说 玩弄了很多成功女人的感情 甚至与很多当事人 全部出面生讨 一时间 小奶狗林子齐 成为了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这天 我约小奶狗来到了他们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面对面坐着 我微笑着开口 长相那么好 皮肤光滑的像婴儿一样 怪不得那么多女强人为你施迷 听着我的调侃 他缩了缩身子 不自然地尴尬笑了一下 我冷笑 你免费玩了我老婆那么久 各种的招式都被你玩了一遍 这我可是亲眼目睹的 而且你又花了那么多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这笔账你打算让我怎么跟你算 他弱弱地回应你打算跟我怎么算 都是徐姐愿意送我的 你要回去这算怎么回事 跟你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你小子还挺横 我派周二起 徐梦杰身上的每一分钱都有我的份 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离婚 相信现在他是怎样的结果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只要我想 徐梦杰为你花的每一分钱我都有权追回 他怕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些东西都是徐姐送我的礼物 你无权追回 我派周二起 狂徒 你大可以试试 说完 我直接将面前的桌子掀翻 抡起凳子狠狠砸在他的头上 他被我这一下砸得五迷三道 我对着躺在地上的他便是一顿猛踹 草泥马的 我让你睡我老婆 我原本没满的家庭 就让你个小奶狗给毁了 你说你既然有能力考上985的大学 好好学习以后靠自己强大起来不好吗 非要学电视上吃软饭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你舔着个脸 现在的社会发生这种场面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来吃瓜 人群中很快便有人认出了小奶狗林子齐 这不是前段时间抖音上非常火的小奶狗吗 据说貌美集团的总经理包养他保守估计花了三百万元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人长得也算是英俊帅气 据说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 上那么多年的学 学到狗身上了 不光如此 在貌美集团的老板之前 还有许多富婆被他整得五迷三道 心甘情愿地为他花钱 大家都在看热闹 大家都忘了报警 就连站岗的安保都在轻声呢喃 妈的 石敬达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我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当时富婆们主动包养我我都不同意 最后来到这里当了保安 我丝毫都不后悔 如果人们都像我这样能沉得住诱惑 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林子柒叫小奶狗一点都不足为过 只是有着一副好看的皮囊 跟我对上他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我打累了 甩了甩手腕 喘着粗气蹲下身子 小子 经过粗略的计算 你最起码花掉了徐梦杰的三百万 只要我想追 这三百万你肯定是要还的 他害怕极了 大 大哥 我实在没有那么多钱 以前徐姐送我的那些东西也都贬值了 给我的现金我也都花没了 就算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变现 资金可能都不到一百万 我继续道 呵呵 这个钱我也不是说非要管你啊 毕竟我现在身价一个亿 讲实话 你的那三瓜俩枣我看不上 我气愤的只是你破坏了我的家庭 小子 你欠了那么多的债 只要我想 你们家的房子都要变现赔我 我了解你 你们家庭只是普通家庭 你的父母年事已高 如果他们没了住处 说到这里我没有继续往下说 林子齐急忙跪下给我磕着头 说这一些让我放过他之类的话 看我心情吧 说不定我心情好 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三百万也当喂狗了 随后我声音提高了两个分贝 但是如果我不开心了 也许明天就去法院起诉你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报警 但是如果我被抓进警局 我的心情应该会变差 可能解决完这件事 回去法院起诉你 林子齐呆呆地看着我 满脸怨恨流出了眼泪 我拍了拍他的脸颊 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我才是该怨恨的那一个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到前台 扔下了一万现金 表示赔偿他们被砸坏的东西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要让林子齐活在恐惧之中 让她知道她的命运 掌握在我的手中 只要我想 她分分钟就会背上巨额债务 我要让她怨恨我 只有这样 她才会动违法的心思 大概沉淀了三个月 又或许是沉淀了半年 正当林子齐暗暗松弃的时候 我按照计划给她发了一条迷惑性的微信 最近去澳门几乎把家底都输光了 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外面的账还收不上来 我的火太大 今晚八点 魔都城东郊外七号 我等你 晚上在房车上跟我过夜 大概过了五分钟 我再次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发错了 两分钟一过 撤回不了了 那头的林子齐回复 我再次回复 对了老子想起来了 你那里还有老子三百万 老子去澳门输了的金光 你赶紧筹钱 不然老子起诉你 回复完之后 我将手机关机扔进了跨兜 林子齐 担惊受怕的日子不好过吧 我今天晚上等着你 不信你不来 到时候给你送去吃牢饭 你就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傍晚八点 我按照计划 将车停在了城东郊外七号的空地上 由于只有我这一辆房车 所以很好辨认 我和四名巡捕 静静地趴在草丛里等着 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一点 其中有两个不耐烦地说道 我说你小子是警匪骗看多了吧 你就那么确定 今晚有人来害你 大晚上的不睡觉 今天如果事情 不按你说的那样发展 你可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突然 我激动到 来了来了 正当他们抱怨之际 我看到一道黑影 快速地朝着房车冲去 巡捕刚要动手捉人 我急忙制止 因为现在证据还不充足 只见黑影背着一个背包 快速地来到房车 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当他跑出去的时候 身上的背包已然不见 快 卧倒 一个自身的巡捕大声喊道 话音刚刚一落 便听到房车的方向传过来 光了一声 房车爆炸了 燃起了熊熊烈火 快追啊 我大声喊道 我们五人合力将黑影暗倒在地 摘开黑色面杀的那一刻 我的心终于落在了地上 法庭上 我的律师正在播放着一段录像 录像播放完毕后 他点了点头 对着法官的方向开口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朗了 被告人得知我方原告 当天要去城东郊区7号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 这次事件不仅对我的原告人 造成心理的打击 更是让价值百万的房车 毁在当场 而且各大媒体 都在曝光这件事情 为我魔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希望法官们 可以还我的原告人一个公道 同时也给魔都 以及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不是这样的 不等法官开口 林子齐带着手铐大声狡辩 这是陷害 活生生的陷害 是原告人故意给我透露假的消息 我才会去以身涉嫌 最后他没死 我反而成为了罪人 我不甘心 我要杀了你 说到后面 他起身就要朝我冲来 随即被两个穿着制服的同志 紧紧按住 只能怪你自己动了歪心思 我的律师看着小丑般的林子齐 我们人民法院轮不到你来撒野 法官 你们看到了吧 这众人非常极端 在外面也只会勾引富婆 让人家家破人亡 这种对社会没有贡献 还损害社会风气的人 请法官定夺 最终 林子齐已蓄意谋杀 和多起诈骗罪 判处有机徒刑十年 她的车房以及奢侈品 全部上了法拍 她的父母沦落在了街头 最后由于伤心过度 双双去世 对此我丝毫不后悔 正所谓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我只是在维护 我自己的权益而已 我不是慈善家 还做不到给这种人扎钱 林子齐相当有头脑 她明明可以成为一名高材生 有着大好人生 但却因为心思不正 才换来了这种结果 精神病院内 我对着狼狈不堪 浑身脏兮兮的徐梦杰问道 今天这种结果 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她貌似没听到 并没有接话 我继续 我把咱们所有的资产 全部变现了 就连那台最有纪念意义的兵力 也卖了 这两天我就准备换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好好生活 一个亿 足以让我的下半辈子 有滋有味 一锦一石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来看你 疯疯癫癫的徐梦杰 抬头看向我 嘿嘿嘿嘿 全文完